下边 居禄之位摘了以后 于是赵王歇 即掌尔 乃德出居禄称谢祖侯 朱鲁称解位了 他们出来向大家 向解位的诸侯军致谢 长儿与陈鱼相见 则让陈鱼以不肯救赵 即问长眼陈氏所在 亦陈鱼杀之 数亦问鱼 实际上是冤枉了陈鱼了 刚才我们讲的 不是陈鱼给了这两个将军 五千人的兵马吗 你们去打一张试试 结果是接末 接末是什么意思 将军和士兵全都被清军给杀了 于怒约 这个张儿老是这个责长 责被这个陈鱼 陈鱼不耐烦了 也生气了 于怒约 不亦君之望称深夜 没想到你对我有那么多的冤枉 气已称为众趣 将印哉 那个意思是我要撂跳都不干了 你还以为我非要在这个 这个赵王的领导之下 到这个将军的印吗 乃脱节应寿 推育张儿 张儿淫恶不寿 张儿他也没想到 这么一句话 他是文敬之教 死难兄弟 因为这个事弄得是吧 这个冤枉很大 陈鱼呢 气如策 客游水张儿说 陈鱼文田与不屈 凡守其咎 仅陈将军与君隐 君不守 翻田不乡 记取之 张儿呢 听了这样的一个意见 奈佩其隐 收其麾下 把他的将军的隐收了 然后把他的士兵 也收到自己的会下 而陈鱼环 以往张儿不让 陈鱼环不是入策吗 输完策以后 去上洗手间 回来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他也冤枉 我们是死难兄弟 是吧 往张儿不让 就是没有挽留之意 大概是这样意思 随去出 都与麾下所善 数百人 就是都与他指挥的数百人 他指挥下边 他在下边的将军士兵 有数百人 只和尚贼中于脸 不干 这是下边说 互助说是为 张儿陈鱼环 想攻杀将尾 后来两个人 反目成仇 赵王歇 欢信度 下边是春二月 配功 悲己 长矣 你看这个昌义 下边是互助 昌义到底在哪个地方 班子说 昌义县 属山阳军 阔迪紫云 桃州城武县 东北 三十二里 有凉球故城 事业 就是当时的 昌义 咸义 昌义故城 在远州 金香县西北 刚才我们 听到了很多县 好多都在县 在山东城境内 西南部 山东城境内的西南部 有彭越 彭越以骑兵 同配功 就是说这么个事 然后 下边自治通简 他的协作方法就是 再介绍一个 这个彭越 是怎么起家的 越 昌义人 昌义 昌义 去路 则中 为群道 陈胜 享量之旗 则见少年 相聚百余人 网通 彭越 越 轻重 为长 下边是一个呼住 彭越 自重 就是轻 彭越 为头头 越 谢越 趁 不愿意 少年 强 情 乃学 与其 丹日 日出会 下边是呼住 所以说 丹日 为明日之朝日 出时也 就是太阳 出的的时候 来一个句集 后期者展 没有暗时到的 要展 丹日日出 是有人后 后者至日中 有的就迟到了 到了中午了 太不像话 又是月 谢月 称老 诸君 枪以为长 今妻 二多后 不可禁诸 诸最后 这一人 令校章 展至 下边是呼住 说校章 一校之长 肯定不是 现在学校的 一校之长 有校尉 他大概下边 有些组织 有校尉 诸最后 这一人 肯定是杀了 日中太制的 本来是早上起来 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聚会 结果你摸层摸层 到了中午 真的 作为一个将军 是吧 有了号令 你不执行 那是不行的 是很大的机会 接校园 何之于是 下边是张汉的教堂圣果 说送本的十二行本 无鱼字 其他的本的也一样 何之事 就是 清后不敢 大家请求以后 再也不敢了 你说什么时候聚集 咱们就什么时候聚集 这个 于是 于而因 以人展之 是 谈记 令 屠夫 接大经 我们来看 那个张玉的教堂圣记 张玉教堂圣记 说 宋代的一十二行本 从了屠夫 两个字 就是说 以人展之 是谈记 令屠夫 下面还一个屠夫 屠夫 接大经 我觉得 这两个字 不是从 有两个屠夫 意思更明确 他不是要 延明这个军纪吗 杀了一个人 然后再号令 跟着他 跟着他 这些人 是所谓的屠夫 屠夫得接大经 莫敢扬事 乃略地 守祖侯散族 到前游人 随主 佩宫 共昌义 就是说 你看春二月 佩宫 卑宫昌义的时候 遇到彭月 彭月 投降了 刘邦 下面再简单地 介绍一下 彭月是怎么起家的 有多少人 昌义 威夏 佩宫 引兵 西国高阳 下边是胡主 文英说 高阳 据一名 输 陈流 违县 陈战月 陈流传 高阳在永秋西南 水经住 随水 收 受陈流 君异 浪荡水 东京 高阳 顾庭碑 下边 高阳人 利益基 这个是个专有的名词 这个也是个可儿的老头 利益基 家贫落魄 我们来看胡主 利益利 姓朴 皇帝之孙 逢于利 后以为是 下面你看 再一个注音 就是现在读诗旗 因 利益基 正式 当时 家贫落魄 破音 波 波 我说过 就是说 这个 这个音音 小伤的变化 这个中古音 包括以前的音 和我们现在的 这个读音 有差别的时候 当然我们 把它研究一下 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如果 按照我们现在的读音 能够读懂 不影响一次的理解的话 一般还是要读成 现在的音 除了这些专有名词之外 像刚才这个利益基 应勃 应少语 落魄 家贫落魄 实际上解释落魄 这个意思 至心衰薄之谋 言诗古说 落魄 实也无次也 这个利益基 为利解门 利解门 利是一个组织 解门 实际上是个 砍门的老头 佩公 麾下 七世 师 一级 李中人 刘邦的军队里边 有个骑兵 师 郑豪 郑豪是 李一级 这个李中的人 一级 一级 剑 魏约 就是对这个 七世说 祝侯将 果羔羊者 术师人 吾 温七将 结 把 结 我 臭 那个人叫臭 好可理 我臭 急粗毛 下边是后主 就是急忙忙的 这个性格 急 性军也急 可戏 臭 下边是主音 自用 大概有点 港币自用 不能听大度之言 无闻佩公 慢二亿人 他对 刘邦还是有所了解的 刘邦的一个 很大 很重要的特点 慢二亿人 但是刘邦 还有一个 更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能够 非常善于 听从别人的意见 从刘邦的 这个成长过程之中 刘邦是 没有目略的 没有脑子的 但是他身边的人 有目略 有脑子 刘邦的常识 是能听得进去 多大略 此枕物 所远从游 莫为我先 莫为我先 你看 我们现在按照 按照现在的理解的话 莫为我先 就是没有在我前面的 是吧 你看 这个意思呢 忽住有个 争引到这个实际所印 说 先为先荣 言无人为我做介绍也 所以这个地方是 莫为我先 就是 你一介 想见见佩公 想见见刘邦 但是没有人 做引荐 做介绍 是这样的意思 若见佩公 就是说你见了佩公 卫月就对佩公说 臣 礼中有历生 年六十余 长八尺 人皆为之狂生 生自为 我匪狂生 你就给刘邦 说这些话 其实说 佩公 不好如 诸可 惯 如惯来者 佩公 这解 其惯 走你其中 这个刘邦 真不是东西 羞辱我们 就是说 这个余人言 唱大马 未可以 辱生 说也 立生 对这个七十说 地言之 地就是单言之 你就看我说的 这个话 来告诉 刘邦 就行 佩公 其事 从容言 如立生 说介者 这个七十 这个 礼仪 这个礼中的 在刘邦 手下当兵 那个七十 就按照 立一击的 告诉他的 啊 啊